先跟各位聊下去 我們看到這個密談格局 因為它有 筆尖三個 偏財兩個 這會很容易產生 變革的現象 而且 如果一變為節財的話 那節財就不會來課偏財 因為節財對偏財的是偏課 那我們正課的話 它就是一種控制 一種嚴重的衝突 甚至打壓 那如果變為偏課的話 那什麼叫正課 正課叫做同性之課 我剛剛講的就是 男人跟男人打架會打死人 偏課就是男人跟女人打架 比較不容易打死人 所以說甩 女人一巴掌 那就不得了 所以偏課反而會產生一種 激發的作用 就像爸爸在罵兒子 老婆在罵老公 你不好好讀書 打你罵你 反而會對他產生激勵的作用 因此在 八字格局裡面 偏課會有直接的壓制 譬如正課會有直接的壓制 削弱他的力道 偏課反而會產生 共犯效應 所以兩個雙心如果偏課 譬如說 如果劫財對 偏課是偏課 反而劫財跟偏課會產生很強烈的激發作用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比如說 七剎跟劫財 七剎是偏課解財 所以兩個在一起會產生很強烈的賭徒現象 像這個偏課對商官 偏課也是偏對商官 那這兩個在一起 哇 形式作用更加的偏激 更加的不可控制 那種商官的 倒立性 反社會傳統性 那種偏課的 自我為是的 自以為是的那種 封閉性 執著性 反而更加強烈 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 如果他是比肩 課偏財 他的這個 對事業的發展 想要去賺錢 可能那種程度都會被 比肩把他壓低 他想要過這種 比較像單純的啦 農夫啦 朴石這樣的一個生活 可是如果變成解財的話呢 就會變成一個壓 所以我們在看很多人呢 可能二十幾歲的時候呢 哇就乖乖的 也不想去賺錢啊 我有看過很多的公務人員啊 三幾歲 四十歲 就安無能做公務人員 結果四十歲以後 跟人家合夥去投資啦 炒房地產啦 炒股票啦 他怎麼 訊息之間讓我們感受到他 變了一個樣 好跟各位報告 那麼就是什麼 變革的影響性 講到這裡的話馬上 很多人又滿頭霧水 老師 你講了這麼多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到底是比肩 政客偏財 過安穩的生活 還是變為劫財跟偏財呢 到處要去投資到處要去賺錢啊 到處去搞這些 那些藍裡群色的關係啊 這個兩個是窘然不同的一個發展 那到底是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真的啊 我也跟你講 我不知道 正經人世間呢 會不會讓我們 常常面臨很多 叫自我的 抉擇點 有人又把它稱為叫 人生的十字入口 那這種自我的抉擇點 那這種自我的抉擇點 就又回到老師昌 跟各位談到的 很重要 命理學的 三個很重要的這個 影響 第一個的話 就是先天因果 第二個 第二個 奧天舞常 第三個 自我覺知 那我們的命理學呢 目前仿間所有的 算命 星座 八字 紫薇 都只是來跟你探討 先天因果 那先天因果呢 像這個格局 它有變革 因此它的先天因果呢 也就變得非常的不穩定 到底是筆金還是劫財 我不知道 那 那該怎麼辦 好 那就進到 後天舞常 後天舞常就是 你人世間呢 你會面臨很多的人世地入時 最基本的 五大類的事情 這樣比較務實一點 你遇到什麼樣的人 遇到什麼樣的老婆 遇到什麼樣的老師 遇到什麼樣的朋友 會對你的先天因果 產生大的影響 會啊 或是說 對 你到底要台中發展 台北發展 還是你要去大陸發展 或是說 你生下來是生在大陸 還是生在台灣 可能沒有同樣的命盤 一個是大陸人 一個是台灣人 請問 受到這個環境的影響 會不會讓它產生不同的一個改變 會啊 講故事一點 如果這個格局 它是生在那個大陸的窮鄉避老 就算它變為 比肩變為傑財 有用嗎 也耍不出什麼把戲來 所以它是怪怪的 又怎麼樣 比肩農夫繼續當 每天就在那楷財 耕田 搞不好那個大山 一出生以後 去什麼縣城 一輩子都出不了一次兩次 如果他出生在大陸 有沒有可能這樣 可是台灣有沒有所謂的 什麼窮相屁 台灣幾乎是沒有窮相屁 我記得在十幾年前我到那個什麼 什麼 什麼 河灣山 那很高 那就是 竟然看到 7 然後標版了全台灣最高的7 那什麼窮相屁 所以台灣你就很容易會從比肩變為傑財 因為什麼 它的外援太多了 它可以發展的機會太多了 對 你很容易就會被後天的這個不同的台灣或是大陸 把你的這個準備 到底是傑財還是比肩 已經不穩定了 一下子 台灣你可以賺錢的 你可以發展的 你可以幹嘛幹嘛的 包括我們台灣人可以隨便出國 你要到日本去發展 你要到東南亞去發展 你要到美國去發展 要到美國去發展 容易不容易 超級非常容易 台灣免簽的國家100多個 大陸有嗎 大陸想不想你去辦個護照都很難 所以大陸人就像我們40年前 我那時候還有幣義的管制 我們要出國都要公司寫那個什麼 什麼邀請函 招勤函 或是什麼 跟你保證函 政府才讓你申請護照 簽證來發給你 讓你出國 所以這個後天五常 對我們先天因果的影響 的確還蠻嚴重 因此你要去體會 所以為什麼算命呢 算到最後呢 不要被一個很單一的論述 給綁住了 再來就是自我覺知 向老師就是自我覺知最佳的典型案例 所以我看了完視訊覺悟了 我發願 我老闆不當的 建築設計師不當的 我來佛堂當老師 我對這些 賺錢 住別墅 開豪車 我沒興趣了 我對錢財沒興趣了 因此 我對很多事情沒興趣以後 我對人世間的恩怨情仇 包括佛堂被侵占 被人欺騙 我還會在意嗎 我不在意 不在意到什麼程度 講故事一點 我開個課 來上課了 三四十個學員 我會特別高興嗎 不會 然後上到最後 剩下一兩個 我會特別感到 沒進 怎麼學生越上越少 我會嗎 不會 不會 了解嗎 做好該做的事就好了 那至於 人家會怎樣來看我 誇我讚我 還是批評我 還是魯罵我 要來認同我就跟我上課 不來認同我 那你就不要來上課 兩間一熟 關我何摘 所以我才說 要不要來服務 要不要來上課 不用事先跟我報告 就這麼簡單 那這個就是自我覺知 你如果自我覺知的人 你居然會發現 人世間的這些恩怨情投喜露哀樂 就兩間一熟而已 就這樣 不然怎樣 就這樣啊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我們在看這個變革 因此就一定要問跟看 因為我不知道 它到底是筆劍還是劫財 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這不是我替他選擇的 那是他個人的選擇 他個人在後天五常裡面 因為什麼人事地霧時 都會影響到他這個筆劍結財 還有這個 每十一年每五年大運 當然這個也會影響 講到這裡面可以說 老師 他這個筆劍 三加一 零美三個再加大運這一個 所以筆劍變四個 那又有什麼 我們看到 哇 不得了 又有正義來生他 又生 又三加一 所以 這個筆劍一定是 旺道翻掉 所以 應該會變回劫財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會這樣 要問一下 問的話就很簡單 來 那墨盤案例誰提供出來的呢 這誰呢 你認識他 認識嘛 好 我們就問一下 你覺得他是筆劍還是劫財 好 再問看看 你就要馬上去掌握住 筆劍跟劫財最大的差別點 怎麼樣問 怎麼樣看最直接呢 來 筆劍會不會穿得很花俏 因為他是男命 所以還不見得會化妝 我看到那個師姐 結彩你知道嗎 來我這邊上課 跟他去參加宴會一樣 來化妝掛耳環 穿著很漂亮的服裝 我們在佛堂而已 是要來我們這邊參加宴會嗎 因為結彩人會很重視他的外表形象 他喜歡讓人家光鮮亮麗的 會去跟人家比拼 我開豪車 我住豪宅 我拿的是包包 所以筆劍就會去買很多高房的皮包 手飾 表來戴 會去張揚 結彩會去張揚 更真一下 筆劍呢 農夫 出門呢 短褲拖鞋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慘條 有錢的不得了啊 看起來是個香巴老 以前我主婦就是這樣 我外主婦就是這樣子 財產用意來數的 每次去他家 穿短褲 他不抽菸 就坐在其樂下 跟大家的矮板凳一樣在泡茶 因為我外主婦很有錢 才創造了我的舅舅 變成是結彩這個大股東 那結大股東 全部都是我外主婦給的 了解了嗎 所以呢 來問一下 看外表 是很張揚很炫耀的解采 還是很樸實 一點都不張揚不炫耀的舉肩 今年怎麼樣 今年怎麼樣 成立公司創業 成立公司創業 第一是看嘛對不對 第二就是要看他行為的表現 所以我常常談呢 我們在看到這個 一些運勢的發展的時候呢 會所謂的叫跡象 這個跡象叫做一夜之窮 所以第五推問啊 那他在生活上 工作上 我們有什麼樣的波折變動 因為比肩的話會有波折變動嗎 不會 那個最明顯有根規報告 那個傷官最明顯 如果那個傷官是死神的話 因為死神就是沒擔當 喜歡享受 那遇到責任呢 遇到事情能閃則閃 能躲則躲 所以他想要升官 想要發展 想要創業嗎 因為你創業 要不要承受這個壓力 你要不要負擔這個責任 所以像什麼這個底肩啊 石神啊 還有那個偏硬啊 這些星數的話呢 都是遇到事情 超沒責任心的 閃啊 躲啊 讓你混啊 那就是最不死樣子 那什麼有積極奮發性 我跟各位報告 第一個最積極 最奮發的 最有攻擊性的 劫財 因為他慾望出來了 想要創業 想要賺錢 想要住豪宅 想要開民車 想要搞女人 想要買名牌包包 很多他的慾望通通都出來了 劫財發作了 好 那第二個呢 自我攻擊性呢 就是欺煞偏觀 所以他的創業心 他也會很強 所以我常講 劫財跟欺煞呢 如果用三個我來講 就是本我叫動物的受性 自我叫社會的道德性 那超我就是超越 前面兩個 然後發展出自己的這種神性 本我就是絕財跟欺煞 動物的受性 然後再來 本我跟自我 就是社會的道德性 慢慢接近來了 那自我的社會道德性 最有名的就是 正財正觀正義 所以要顧家 要認真工作 要有社會道德性 這三個是最標準 政財正觀正義 那偏財呢 偏財呢 偏財就是在 受性跟 這個社會道德性 兩個中間 他沒有那麼樣強烈的 這個 受性 但是他也會比較喜歡享受 吃喝玩樂 那又有一點點的 社會道德性 所以本質偏財旺的人 為什麼要強調偏財 偏財旺的人 偏財旺的人 不大會做違法犯規的事 但會在法律的邊緣去做一些 抄我 不管你社會道德性 只要我喜歡我什麼都不可以 第一個最有名的就是什麼 我來跟各位報告 還不是上官 是死神 所以我常常講 自私第一點是劫財 自私第二點是死神 死神 只要我喜歡 只要我過得好 我的人生哲學就是吃喝玩樂 所以基本上來講 死神為什麼這樣子 他的文明個性是七歲的小女生 可是他雖然有這樣的不好的習性 但他也有很大的優點 七歲的小女生 人見人愛 可愛的不得了 所以都會跟他計較 那第二名呢 才是什麼 三官 七歲的小男生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 不可以呢 而且 三官又會比死神 多了更強烈的什麼 主動攻擊性 但是三官的主動性 跟劫財的主動性 不一樣在哪裡呢 劫財是一種對於世俗的欲望追求 三官是對於他的興趣 他想要去做的 所以我去三官再來呢 我就看那影片報導了 有一個小男生 五小學而已 他爸爸買手機買相機 他真的就是非常典型的商官 你知道他最喜歡的興趣是什麼嗎 研究昆蟲 這個昆蟲包括螞蟻 包括蟑螂 所以他要養一大堆蟑螂 他慢慢看到 你在搞什麼 然後呢 我們做那個玻璃櫃 放很多土去養螞蟻嗎 然後去外面觀察螞蟻 每天都趴在下面 看螞蟻可以看一下 大家跟你講 螞蟻有幾種 他們家附近的螞蟻呢 有十幾種 只要螞蟻有大的小的 紅的 中的 黑的 我們哪有知道 螞蟻就是螞蟻 家裡有螞蟻考驗的鑰匙 他不是 他在那邊研究 小強也是啊 他在那邊研究 研究螞蟻 研究蜘蛛 研究蟲蟻 研究蟲 他媽媽下了鑰匙 他理不理他媽媽下了鑰匙 你小心下我研究我的 那就是三官的特色 那三官還要搞什麼 如果三官 他興趣是學士研究還好 如果他興趣是跟你搞社會革命 像 五湯起義啊 與區決別書 林決明 他被抓到被清朝砍頭的時候 才好像二十來歲而已 年輕我為 一樣寫給他愛的老婆 與區決別 我要去搞革命 抓到就是砍頭死掉 所以那個時候 很多年輕人 不顧生命 那個就是三官的特質 反社會 反傳統 搞革命 最多喜歡做的 所以老婆變寡婦了 我沒關 你覺得 三官這樣 羅村敦也是蠻自私的對不對 就為了理想 家人怎麼樣 跟我沒關係 所以三官的自私跟絕宰的特質 是不是 程度上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出來 還有 十神的自私也有一點不一樣 好 那就是 這個 超我 超我最重要的三個星數 就是 三官 不是 拼命三官 跟 筆尖 還有 這個 三官如果轉為十神的話 那十神呢 也會有這樣一個自私的特質 所以你慢慢去體會 那三官特別的就是說 十神這個星數 你說他是絕對的自私也不是 所以他會同時涵蓋 本我 自我 超我 都會有十神的影之戰 所以十神某個性上來講的話 他還算是有一點點複雜啦 因為他是集心 可是他也有自私的本性 然後他又喜歡吃微玩樂 所以 所以 動物的受性 社會道德性 跟 自以為是 以自我為主的那個 超我的神性 這個十神幾乎都有 所以 就透過這一點呢 我們再慢慢去體會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得到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 這一個39歲的男命 在 今年 要去 投資 創業了 好 我們就得到結論了 果然 剛才講到 比肩 然後 正義又來 申比肩 所以 比肩 轉為 劫財了 劫財 變 正在 往 劫財 來 產生 變動 好 那老師 劫財產生變動的話 那會怎麼樣 那我們 休息一下 等一下呢 我們再繼續來跟各位分享下去